艺术家古乐乐的装置艺术 加上灯光投射 让锦南大学里的阴暗角落 转身变为气氛十足的露天展场 基大园民中心 希望让学生认识更多园民艺术文化 特别请来排湾族艺术家古乐乐 在校园进行围棋两周的自由创作 也邀请学生共同参与创作 我其实也是希望说 激发他们看到说 一个原著名的艺术家 他在创作的过程是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如果只是成品的话 大家觉得虽然很惊叹 可是不晓得那个过程 我希望他们看到那个产出的过程 也可以刺激他们有一些 他们知道说原住民的一些文化艺术 其实很多样性的 这次装置艺术 由古乐乐带领学生 利用金属铁线跟枯叶创作而成 从外观看来 就像好几个大型鸟巢高挂树林间 古乐乐把这次创作取名为 鸟居天空部落 表达他对传统部落的向往与憧憬 那这一阵子作品呢 其实我常常会去想象 然后就是以前我们最原始 最传统的那个部落 不管是人或事物 我那个很美的那个部分 我就会很想回那个部落 但是没有那条路可以走 那我就想象说 我有可能变成一个鸟人 可以飞上去 飞到那个我想要的那个部落 我是觉得很有趣 因为第一次就是参与装置艺术这部分 就像老师的命名就叫做天空部落 那也会让我们有家的感觉 对会想起家这样 其实学到的 其实不止 我觉得不只是艺术品方面的东西 就是还有一些生活上的知识啊 做这些艺术品的时候 他也有教像绑那个钢丝啊 还有楼那个铁丝网 他都知道大概要教你到哪里 学到的就是蛮多的 古乐乐跟学生们 共同用两个星期 完成这次艺术创作 除了发表成果 协同创作的学生们 也在过程中学习获益良多 原始新闻弄 南投普里 超方报道